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探访国家重点实验室 走进中国创新最前沿 这里是四川省梁山遗祖自治州 亚龙江 金沙江最大的一条支流 横断山脉造就的高山深谷 让这里成为修建水电站的绝佳场所 群山万赫建 一条足有十七千米长的幽暗隧洞 一盏盏灯光周而复时 像是通往未知世界的深处 隧道上方 覆盖着两千米以上的巨大山体 在隧道的最深处 隐藏着一座探索宇宙深处奥秘的实验室 中国仅凭地下实验室 在这里 中国的物理学家 正在探索宇宙中最神秘的物质 暗物质 暗物质究竟是什么呢 自二十世纪三世 许多天体的运动 与牛顿万有引力理论不符 经过漫长的探索 在上世纪末 天文学家在理论上提出了 暗物质的假设 之所以被称为暗物质 是因为这些物质 不会发生的 电磁作用 所以永远无法被看见 但我们可以通过 它发出的引力 感知到它们的存在 越来越多的观测和计算表明 暗物质确实存在 它是宇宙物质的主要组成部分 但又不属于任何一种已知的物质 或许可以说 很可能决定着宇宙演化最终的命运 暗物质究竟是什么 顶级物质学家 顶级物质学家们提出了种子的可能候选者 但只有我们真实寻找到了暗物质 从暗物质被预言的那天开始 找到这种神秘莫测的物质 就成为物理和天文学界的梦想 目前寻找暗物质的竞争极其激烈 全世界有数十个暗物质探测实验在进行中 那么暗物质究竟在哪里 要怎么才能找到这种看不见的神秘物质呢 月谦 清华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二十年前 当暗物质刚刚被提出后不久 他也开始了对暗物质的研究和探索 我是在2000年 我开始读博士的时候 我的导师当时参与了 跟韩国的暗物质实验研究 所以在选题的时候 我就选了暗物质研究方向 但是我们国家自主开展的暗物质实验还没有 我们就想 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暗物质探测的实验 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建造暗物质探测实验室 并不容易 暗物质无法被看见 而它和其他物质的作用 又极其微弱 暗物质探测的基本思路 就是找到一个优深的场所 在这里通过种种手段 屏蔽掉所有我们已知物质的影响 在这样绝对干净的环境中 如果高精度的探测器仍然发生了反应 那么这就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物质造成的 那我们也去过这个像东北的那些煤矿 像这个北京京西的也有些煤矿 还去过这个青岭隧道 像河北的这个玉尔亚金矿啊等等的这些 好多地方去通过了解呀实地考察 看看适合不适合做这个地下实验室 但是呢 像煤矿这些的一般来说的条件不太具备 首先要有很好的这个安全措施 第二个呢 这个条件要非常好 适合我们做这个像暗物质探测啊 这类这个非常前沿的这个物理实验的环境啊 无论是地下煤矿还是秦岭隧道 都无法满足建造暗物质实验室的条件 就在跃迁和同事们苦苦寻找之际 一条新闻给了他们意外的启发 我们2008年的8月8号 在电视上就看到了这个消息 就说咱们景平隧道正式贯通 那么这个景平隧道的特点呢 就是长隧道大埋深 其中中部那个埋深最深的地方呢 达到了这个2400米到2500米 我们就感觉非常高兴 这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 建我们地下实验室的一个地方 当时建设者们正在亚龙江上 修建巨型水电站 为了更好的利用水能 他们在这里开掘了一条长达17千米 连接仅平山两侧的超长隧道 到达现场之后 跃迁和同事们喜出望外 这条隧道正式修建暗物质实验室的绝佳场所 隧道上方覆盖着超过2000米的巨大山体 它们屏蔽了各种宇宙射线 让这里具有了目前世界上最优越的探测暗物质的环境 对于我们暗物质实验来说 我们能够测量到的信号非常非常少 所以我们需要把在我们测量暗物质的实验当中 可能干扰我们测量的这些干扰信号 那我们的术语叫做本底 要把这类信号尽可能多地去掉 在找到了仅平隧道这个绝佳场所之后 清华大学与亚龙江水电站很快开展了合作 在原有隧道中间开挖了新的隧洞 暗物质探测的实验就在这些支洞中展开 隧洞上方的巨大山体像金钟罩一样 阻隔了外界各种信号的干扰 这是目前世界岩石覆盖最深的实验室 它的建设让中国科学家能够自主开展 像暗物质探测这样的国际前沿的基础研究课题 那么这个2400米巨大山体覆盖的神秘实验室 内部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在隧道的最深处 我们走进了仅凭一期的地下实验室 穿过厚厚的铁门 一个神秘的空间展现眼前 由于在地底深处 实验室的面积并不大 只有一百余平方米 这里就是清华大学暗物质探测的核心装置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 暗物质实验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实验装置区域 你可以看 咱们可以看这个右边这幅图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景平山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山底下 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中 我们周围又给它建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环境 那么这个探测器呢 就能在里边非常冷静的去思考 非常这个安静的去能够 希望找到这个暗物质粒子和它的这个相遇 推开这扇门 里面就是暗物质实验最核心的装置 暗物质探测器 真黑的就是天井 实际上我们这些除了这些激动的设备 是由厂家来用负责的 实际上我们在有些日常的实验里面 就是我们老师们带着我们的学生们一起 一块一块把这些千砖垒起来的 科学搬砖了 对对可以您说的这个很有意思啊 科学搬砖的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实际上我们在听起来这个 这个很高大上的一个阿姆子实验 但是我们实际在做实验的时候啊 还是有些很基础的这些工作啊 是要我们实验人员自己一点一点来做的 暗物质探测器的工作原理 简单来说就是守株待兔 探测器可以记录下 所有与它产生碰撞的信号 如果由于普通物质不同的信号 那么就有可暗物质 清华大学的科研人员 正在静静等待一次 可以载入史册的碰撞 那么如果我们找到了暗物质粒子 那就标志着人类对于宇宙的认识 是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特别大的一步 我们实际上对宇宙的认识 乃至于对我们对于我们 这个未来的这个人类命运的发展 应该我如果能够实现这个 这一方面突破的话 那么我个人应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成果 除了清华大学 在这里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的 暗物质探测实验室 他们的探测又是怎样进行的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即使有巨大山体的阻隔 但由于暗物质产生的信号极其微弱 所以在探测装置周围 还需要各种装置 屏蔽山体和仪器本身产生的干扰 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不远处 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的暗物质实验室 与清华大学不同 上海交通大学使用液态的仙 来探测暗物质的踪迹 探测的大概原理就是 采集暗物质和仙产生碰撞产生的信号 通过这两次发光的信号 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多的信息 包括它的发光位置 能量等等 然后做一系列分析之后 就可以得到暗物质的一个信号的排出线 走进地下 一个巨大的白色铁罐子 放置着探测暗物质的核心装置 这个罐子里面主要分为三层 第一层就是罐子里面 直接包着的纯水系统提纯出来的水 这个水它就是作为第一道屏蔽体 把我们环境中的这些放射性 给它尽量地吸收掉 不要进到探测器里面 这是它最主要的作用 在这个水里面就是我们探测器的部分 探测器也分为两层 探测器最外面是我们叫外罐 然后里面是内罐 内罐中间就是我们探测器的核心部分 然后这两层中间维持着一个高真空 一个是为了维持低温 另一个也是为了干净 2010年底 仅凭地下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 十年时间过去了 这里仍在寻找暗物质的蛛丝马迹 就我们潘大X27的实验 是总共取了五年的视力 累计了131吨天的曝光量 但是最后没有发现一个暗物质信号 采集到的所有的物理视力 都是我们探测器的本底视力 所以这就说明了暗物质粒子 跟我们普通物质发生相互作用的 这个概率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 尽管对暗物质的寻找仍然有无音信 但我国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 不断增加 2014年 仅凭地下实验室启动二期扩建工程 地下可用实验空间 由之前的4000立方米增加到30万立方米 2020年 正式启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从校企合作 转变为国家平台 将为我国粒子物理和核物理领域的 重大基础前沿物理问题研究 提供平台支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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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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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是地下探测 太空探测 还是高能碰撞 目前全世界的物理学家 还没有找到暗物质存在的直接证据 暗物质仍然没有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但参与寻找的科学家们 都隐约感到 突破 即将发生 透过湛蓝的大气层 透过灿烂的星海 宇宙的深处 还有太多奥秘 等待人类去探索